最近这几天有一部电影在Netflix上面是上映的 然后也引起大家讨论 就是画面中这个阮金天主演的电影《周楚除三害》 不知道Visa你有没有看过 有 我有去电影院看 真的啊 你是当初去年上映的时候就马上去看了 哇 因为这次最近的讨论度非常高 因为它在大陆也上映了 它是在一日的时候上映的 而且票房非常的好 三天票房就突破了新台币3.9亿元 那其实里面因为它的拍摄手法 结合犯罪复仇还有暴力美学 获得了大众的好评 那其实在去年在台湾上映之前 阮金天有接受ET Today星光云的专访 他又曾经透露他在剧中里面的角色 陈桂林的原型 其实是台湾的前十大枪击药犯 竹联邦中堂直视刘焕荣 而阮金天他为了投入角色 他也为此看了许多相关的资料 阮金天在片中饰演亡命之徒 陈桂林 而该角色的原型其实就是绰号 神经流与冷面杀手的前十大枪击药犯 竹联邦中堂直视刘焕荣 他入狱之后写心革面 出钱帮助不少弱势团体 也在临行前高喊中华民国万岁 我对不起国家 谢谢各位 成为台湾司法史上经典的一幕 不过电影宣传之初电影公司并没有强调此事 而阮金天接受专访的时候 松口确实刘焕荣就是形成成桂林概念的原型之一 更为此看了很多当年刘焕荣的资料 不过角色毕竟是角色 刘焕荣的一生只能说是提供了灵感 故事也与他无关 转换焦点带大家来关心到的 看到这一位就是最近让全球很多女生失恋的男子 到其对日籍二刀流球星大谷祥廷 他宣布了婚训之后 打击手感是相当的好 今天在春训热身赛事 搅出了猛打赏 包括集出了一支三雷安打 帮助球赛事以7比4来 击败弱机 到其这一战排出贝兹 大谷祥平以及佛里曼等前三棒MVP连线 贝兹以及大谷祥平都有三支安打 佛里曼有一支安打 在三人联手之下 前三局就打6分 最后是以7比4赢球 而一局下贝兹先敲安打上壘 大谷祥平打出右外野安打 攻占一二壘 佛里曼用中外野安打 连线先打进一分 随后到其利用二次高飞牺牲打 再得2分 大谷祥平以及佛里曼回来得分 而到其队二局下一出局 贝兹打出左外野二壘安打 大谷祥平是马上补上左外野三壘安打 攻进一分 佛里曼利用二壘手误传失误上壘 大谷祥平跑回来得分 三局下一出局一壘有人 贝兹再敲中外野安打 大战一二壘 大谷祥平又接着右外野安打 送回跑者再有一分打点 之后就被换代跑退场 虽然今天是Monday Blue 但是相信拥有台积电的人 今天绝对都不录了 应该说绝对不会录录 因为今天开盘就是个好消息 今天的开盘真的是被吓到 我今天一打开手机的APP 想哇有高充吗 首先我们先冲破万九不说 台积电一开盘其实就是涨了非常多 股价最高是来到725元 是刷新了历史的新天价 市值也再度冲破了18兆元的大关 台股今天在台积电跳空抵达725元 历史新高的激励之下 指数5盘已涨近400点 冲到19331新高 而在台积电今天大涨之后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以及管理存价也大涨 其中张忠谋退休时持股12.5万张 如果他到现在一股都没有卖的话 身价已经达到900亿元 台积电即将退休的董事长刘德英 持股也有1.29万张 换算下来 身价也达92.8亿元 另外总裁魏哲家持股也有6392张 另外还有1600张设值 加总起来身价也有57.5亿元 另外近日刚接任共同营运长的资深副总 秦永沛以及敏玉杰 两人分别持股4932以及1016张 身价也分别达到35.5亿元以及7.3亿元 接下来这则新闻的文相信对这几天有要出国 或是这几天才刚从国外回来的民众们一定是相当的有感的 因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从3日的上午开始进行封闭的维修 因此影响了不少班机的起降 而财装大师Kevin正好是3日的时候返国 他透露自己在发文档下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了 而另外还有前主播刘欣彤 前空姐林潘瑶瑶也都刚好碰上了跑道维修 飞机是在空中盘旋了许久才得以落地 Kevin老师发文透露 他早上到机场准备返台 报道时才发现协办单位将他的英文名字写错 后来好不容易登机回到台湾又遇上跑道维修 桃园机场临时关闭一条跑道 所有航班需要排队等候唯一的跑道 他为此质问说好的第三跑道呢 而同样在3日返台的刘欣彤 林沛瑶也都纷纷发文 刘欣彤表示自己搭乘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40分钟才降落 而林沛瑶透露一开始差一点赶不上飞机 后来搬机延误 到了淘机又盘旋许久才落地 他也提醒3号到5号桃园机场南跑道年度维修 只剩下单跑道起降 所以这几天要搭飞机的朋友出发前要注意一下航班的资讯哦 其实昨天我的这个IG线动上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说自己的搬机有受到影响 对 有人说真的是等了非常久 那另外也有旅客在网络上抱怨说 他原本是要飞往日本仙台的 没有想到他苦等了4个小时 搬机最后还被取消 让他是无法跟家人会合 有名网友在PTT日旅版发文抱怨 他原本是定昨天下午2点35分搭乘虎航飞往日本仙台 结果到登机门报到时才发现 地勤说虎航还在天空飞 等到下午3点半左右 他终于上飞机了 结果到4点半都还没有起飞 机组人员在下午5点时广播说会延后20到30分钟 因为跑道原然在维修 时间到了6点40分 当乘客们以为可以起飞时 却因为飞到仙台时 仙台的机场竞销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整个航班被取消 网友崩溃表示 就算赔偿又能怎么样 他整个旅游计划都被打乱了 他的家人还在仙台等他过去当司机 而其他网友是纷纷在底下留言表示 说这是淘机的锅啦 不能算在虎航头上 也有人说这几天搭飞机的人真是惨 而淘机跑道整修 不只影响了航班的起降 更是影响了民众出国旅游的性质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维修 预计是到明天下午的4点 那飞机则是集中在北跑道起降 别想到因为延误的程度超过预期 有将近47%的搬机式延误 其中大约有10%的搬机式延误 超过两个小时以上 因此淘机公司就表示 将会加速施工的进度 提早16个小时完成 明天将会恢复双跑道起降 那这一次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检讨起来 初步检讨我们的一个可能 这一次的时间 虽然事前的经过讨论安排了以后 但是我们实施日期 昨天的航班量刚刚报告是698班 所以事实上这个航行量是有比较高 所以可能以至于这个延误的行情 比我们原来预期会来得高 那这里也补充报告一下 刚刚所提到的延误的情形 有一些比例的数字 那有一些个案 可能就不 是有一些其他原因的一个干扰所造成 那这一次的一个工程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目前也因应这样情形 在把原有的工序来做一个检讨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是有跑道铺面的一个整理 那我们的跑道的铺面 会跟一般马路的铺面 会强度的要求会来得更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也在检讨工序 希望再提早能够再 因应这样情形 我们希望把它提早 在今天的半夜12点能够来完成 然后明天这个等于是说 要比原来飞航空告的时间 我们对主跑道开放时间 希望把它提前 我们预计要缩短大概16个小时